北韩两次弹道飞弹试射都飞入日本上空,使得日本下决心增加预警雷达阵地。 他们将安装陆基神盾系统EGIS-ASHOR目前正在寻觅合适的部署地点。 防卫新闻报道,日本和南韩都在增强雷达侦测能力,但是和南韩采用萨德FORD不同的是,日本引进的雷达系统是陆基神盾。 他们打算安排二聚神盾阵地,分别放在靠日本海的南北两个位置,才能全面遇见北韩对日本海发射飞弹的轨迹。 据日本媒体的说法,北方阵地考虑安装在秋田县的加茂分腾基地或是佐渡分腾基地。 至于侦测日本南部的阵地可能安排在登马岛的海力道分腾基地或是长崎县的福江岛分腾基地。 原先日本计划陆基神盾在2023年之前完成不术,但是在北韩飞弹威胁日益紧迫的情况下会加快部署进度。 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就说我们要尽可能的早日完成雷达的安置。 日本陆基反飞弹主力是爱国者三型PAC-3,不过爱国者三型的射高很低,所以高层防御是依靠海上的神盾驱逐舰。 舰上的标准三型SN3 Block IBIIA可以拦截大气层外的弹道飞弹。 另外小野四五点在9月22日表示,日本基于和平宪法原本考虑购入远程巡逸飞弹的计划已经停止。 中时电子报